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将它妥善安置在客厅的一个适合的地方才好 所以我们要将电视放在通风而且有水的地方 才可以排除电视机所导致的风水上不和谐 二 电视柜大小要根据客厅空间而定 电视机的尺寸类型都是不同的 尺寸有大有小 风水学中讲究万物皆协调要有和谐感 也就是电视机的尺寸大小要根据客厅的空间大小而决定 若是客厅过小不宜摆放大型的电视机 若是客厅过大则相反从现实角度来考虑 电视机尺寸类型还考虑其他情况 如搬家装修等问题 三 电视机不能放在水旺处 电视机五行属金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 水克火水泄金不急 若是水旺过多的话 那意味着水多金尘 水多火系 五行不平衡 客厅风水自然不佳 从现实角度反应来看 电视机是电器 若是旁边摆放太多水 电接触水后 水倒电 很有可能电视机破损 甚至可能引发意外事故 难免造成破材现象 四 电视最好放在通风两好 易于散热之处 电视机工作状态时散发的热量 随着电视屏幕的大小变化而变化 越大的电视散热也越多 这种热量的聚集 就容易引起家具中气质的运动 从而改变居士的风水 所以一般而言 电视最好放在通风两好 易于散热之处 尽量减少电视对家居风水 形成大的影响 五 电视机柜以摆放花瓶 电视机柜可以适当摆放花瓶 盆栽植物 这样可以防止电视机辐射过大 花瓶里面不宜摆放过多水 少许便可 盆栽植物每天要浇水 枯萎的植物摆放在客厅中 会影响宅主的财运 六 电视机五行输火 不宜去客厅 电视机五行输火 工作状态时 散发的热量 随着电视屏幕的大小变化而变化 越大的电视散热也越多 这种热量的聚集 就容易引起家居中气流的运动 从而改变居士的风水 因此 可以把电视机置于家中 风水 熄火之处 不宜摆放在鼠筋的方位 造成火克筋的格局 例如对挂与前挂之位 否则将对男主人或小女孩的气场不利 建议电视最好放在通风良好 易于散热之处 尽量减少电视对家居风水形成大的影响 七 避免电视机带来的声煞 电视声音不宜有杂音 不能过大 否则会来声煞 影响家运 八 卧室摆放电视 睡前应用布遮盖 现代家居格局中 卧室面积一般不会很大 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一台电视 电视屏幕就像一面镜子 关了之后会有反射作用 这种情形就像镜子一样 在风水上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将电视机对床而放 长期下去会令睡在床上的人 心绪不宁 精神不振 还容易引发桃花结 建议平时睡前将电视机用布遮盖 看电视时再揭开 可以相对有效地避免 九 电视机摆放在沙发对面 不对门口 通常我们会将电视机摆放在沙发对面 这样有利于观看 电视机不可正对大门口 电视机的镜面效果会反射大门所带来的才气 十 电视机不能放在神卫旁 某些家庭可能会把电视机放在神卫旁 或者摆放在神卫对面 就这种情况而言 风水学中称之为神卫犯冲 电视机打开时 尖色的声音传播到神卫上 神卫的神灵受到干扰 追逐者运势自然逐渐转弱 十 一 卧室中最好不要摆放电视 从风水专业的角度而言 一般不建议大家在卧室摆放电视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卧室放电视 亦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的家居格局中 卧室面积一般不会太大 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 在摆放一台电视 其辐射 磁场 对人的健康都容易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 电视本为急火之物 放在睡房 犹如在房内放一急火之风水物 如果主人命里熄火还好 如果主人命中 本来已经火太重了 在火上加火 岂不麻烦了 但很多朋友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 非要在卧室里 也要摆放一台电视 那么 最好 在不看电视的时候 把电视机遮盖住 以免产生暗镜反应 引发桃花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